我们接着是道教的活动 道康旧博士 注册中医 专职针修 道号宇阳 先后于香港 轻松冠 鹏银先馆 香港道教学院 国际道联会 香港道教联合会 澳门道教协会等 道场从事道教推广工作 业余余内教授 内单器工及中国工夫 2004年于香港科技大学 以内单研究取得博士学位 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 著作三部 修炼主张 气贯动静 那么接着让我们热烈的欢迎 原道长到台前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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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OK 多謝大會給我一個機會 我在這裡分享我自己 在道教內丹修煉的一個部份 其實這個內丹修煉就是很…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如果我在中大專業進修課程中 講給同學聽 如果在中大專業進修課程中 有10講講理論 然後有10講實踐 10加10都不夠我講的 我說如果是大學本科 搞一個內丹修課程中就好了 如果你有10分鐘來講 相對來說就更加講不到 所以我會把這個影片 Fast forward 這樣就講完了 為了時間的問題 所以就給大家 先看我的包裹 由第一版到最後那版 大概10版 好像不見了一版 忘記寫 然後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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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存在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都是忽略了武的 就認為武是一個問題來的 道教來講 武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傳友 但我們往往 就不對待這個武 或者忽略這個武 即使打太極拳也好 你打到一個有的太極拳 又沒有打到一個沒有的太極拳 沒有開始 有只不過是沒有 可能是之後的一件事 如果是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武 跟著是宇宙大爆炸之有 跟著有有很多有 包括你和我的存在 是後起的一種傳友 好了 宇宙大爆炸也是一種武的 我們通常我們用一個字 來取代所有的傳友的方式 叫做戲 宇宙大爆炸是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之前是一個無窮的張力 張力可以可大可小 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它砰 出現了很多的星體 星體都被有人類 之後才有 一直掩化 掩化原在這個現象界 是有一些規律 這些規律 我叫做宇宙規律 我們的修行的方式 很多時都是跟著宇宙規律 來作出修行 《欣賦律》有一句說話 亦是第一句說話 就是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 如此者觀 你跟著它做 你自然有所收獲 現在我想說 就是 有些規律 今天我放在我自己的內單修煉裏面 第一個叫做十字打開 十字打開就是一環一宗 一環一宗 就是通內外 以打坐修煉來說 就是一個圍攻的取向 宗就是大小 好 橫就是內外 如果借莊子的思辨模式 小鳥就是通內外 大小就是大鵬 大鵬你不要忽略第一張的逍遙遊 大鵬的意義是非常深層次的道理 就是它由一隻小鳥鵬開始變 在海裡變成最大的量變 側面就是天空這個 超越去海這個環境 它去天空這個環境的一個動物 還以為是最大的天空動物 叫大鵬 由小至大 這些道家的學問 就告訴我們 其實 作為你和我一個繁俗的人 其實可以將自己轉變 兩變和側變都可以 小大 打坐來講就是無圍攻 大小 這個有圍攻 有圍攻就是把一個身體的陽氣 一直這樣演化 演進 強壯 好 第三個概念就是螺旋軌跡 螺旋軌跡 就是這個宇宙規律 極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規律 包括我們日常生活 看到很多螺旋 剛才董神父就是最後那張 PowerPoint 一個螺旋形的Church的Patterns 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螺旋形 天氣的運行 天體的運行是螺旋形 DNA的螺旋 現象界其中一個規律就是異元 異元的意思 有有有無的 有前有後的 有上有下的 有黑有白的 有陰有陽的 現象界規律是異元的 在我們修練來說 有圍攻和無圍攻都要做 動攻和正攻都要做 我們的內丹修練叫做聖靈雙修 即是聖攻和命攻都要做 這些都是異元的規律 我修練的主張是氣貫動靜 氣貫動靜 你所練的功法是甚麼都好 你由靜的練習去到動的練習 這個世界是沒有絕對的靜的 因為你站在地球都在動 靜只不過是沒有那麼動的靜 沒有那麼動就可以叫做靜 你可以再動些 再動些 動到你不能夠再動 你的框框已經用盡了 那叫做動 很動 即是一個彈王的理論 即是我們修練 是用彈王的理論 我們是剛才說的 你鬆 無女佛教和天子教都是說鬆 去到一個最深層 我們是玩吹管 即是吹管 燒、笛、赤白 一個音 你能夠吹得最漂亮的 最低層的音 你不鬆就吹不到 同一個音 到一個最flat的 你不鬆就吹不到 你由一個音 從最鬆最低最flat 到同一個音的最高 最tense 最sharp 都是同一個道理 你的修練 從同一個音來講 最鬆沉 到最高sharp 最高音 同一個音 作為一個人 你是可以的 你可以少了 也可以大盤 我們修練 就是要做到最靜 靜到最靜 即是沒有那麼動的 最沒有那麼動 做到最動 最動 最好動很動 你能夠做到幾動的 框框裡面的動 我們就是這樣 不過用氣來做 所以動工裡面 我教動工 都是一個 剛才說的 十字打開 和一個螺旋形態 來操作 這些不是我講的 這些規律 這些是以上規律講的 十字打開 第一版 不是第一版 剛才第三版 十字打開 這個詞會 是借柳中三先生 新如家柳中三先生 的語句 我很欣賞 柳中三先生的思維 好了 上下古檔 和開合古檔 就是 我們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一個螺旋形的 運動形態 當我們 這個就是螺旋形 你一踩地下 無論你是發勁也好 不發勁也好 你都是借地心吸力 你借地心吸力 你才能發勁 這就是螺旋形 一踩 你如果是右腰的 手就是踩地右邊 接著你借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所以 時間鎖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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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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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做一個power的條件 即是封閉上、封、下閉 閉息提光 現在正在用剛才的古檔 閉息提光就是power 這是動工所產生的power 但在打坐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到這個power 營運你自己的身體 叫做內氣 有一個內在的結構 一個風箱的結構 你就製造到內氣 就是剛才我示範的那樣 另外一個形態就是入定 入定就是通內外 宇宙萬物唯一 因為你甚麼都沒有 其實你是有的 但最差的是我們有雜念太多 我們刪除的雜念是非常紛爛 而且需要時間 我們有雜念就是 這是一個圍下、圍上神經的問題 圍上神經的問題 我們看到、知道、聽到 這些全部都是圍上神經 圍下神經 包括迷走神經 或附交感神經、附交感神經等等 你不知道的這個世界 我們從一個知道的世界 去到一個無知的世界 剛剛好到這個border line 這個入定 這個入定就像現在的frustration 去到一個…差不多去到… 好像有、好像沒有 晃晃晃晃 那就差不多了 你一定要做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叫做 道家打坐的叫入定 由氣的提升 一段一段去提升 由一個米字b 米字的氣 去到一個無字下 低四點的一個氣 就是無下火攀 那你叫做真氣 就內丹開始了 你未到這個位置 你也不是叫做內丹 由呼吸之氣開始 就是練到這裏一直這樣常控 接著你的練習 快而未發神 不失反虛 這些金句就出現了 當你有這個氣出現 你有很多有用的 對身體有健康長進的一些質素 譬如退役激素 退役激素可以癒癌 除了叫你睡覺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處 腦內啡、血清素等等 這些就是我們稱為單 不過古人沒有將科學化說明 其實就是這一堆東西 練單分兩條路 是二元結構 所以你要用無圍攻走 也要用有圍攻走 有圍攻走 最早你要練陽氣 陽氣一定要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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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就是狀陽 一個行氣肉佩銘的功法 行氣肉佩銘是公元前470年前 公元前470年的出土文物 裡面寫了四十多個字 簡單說就是 坐好之後 吸一口氣 閉息提幫 數一二三 放鬆呼氣 剛才我已經做了 不再做 年氣會不會走火任魔呢 今天的題目不是這裡 所以不說了 年氣一定要上腦 不上腦沒什麼用 下丹田 經常說下丹田 下丹田 腹裡面有些亂意 就是有寶寶斑的 這些就不要停留在這裡 你要將那些好的陽氣上路 到一個日子足跡之後 你出現了真氣 剛才前面的版 毛字下邊 四點的氣 尤其是出現了之後 你就推它上上面 我們後面有三關 過了三關上了路 我待會會帶大家 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 在打座的內燈 有一個非常常用的功法 叫爪後非金晶 爪後非金晶 就是把好的氣 即是真氣 毛字下邊四點的氣 由下低推上上面 路過的地方就是 下關、中關、上關 下關是L2 中關是T5 中關是C3 中關是C3 中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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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丹田 尼遠谷 呼氣 畏式提防 塔蝦 收腹 身臂 收下爬 吞口腸 做完了 正式是这样 这个是预备的 继续 这就是起过三关 站在那里做的 要做总结 时间所限 总结就是这样 有没有了 又开始 直到最后 这个就是总结 你会发觉我没有宗教的意识 我叫道教代表 讲过一件修炼 我完全没有道教或任何宗教的意识 是因为道家的修炼模式遵从一个大规律 如此者般 如此者般 观天之道 执天之行 尽以 多谢各位 你们可以站着跟我 做刚才那个 由于健康 不用想到太遥远的出神入化 当你有壮阳的时候 你不用做事就没有力 追巴士又不够力 之后再起床 脚远远跌至底 站好 两只脚伸 两只脚伸 手放空前 我们先三个呼吸 就去做一个 preparation 吸气 吸气 第二个 第三个 对吧 先吸淡气 吸气 吻气 吻得准 避失提纲 收腹 合胯 身臂前 收下巴 定住 吞口水 放松吸气 吻气 我们试试第二次 吸气 避失提纲 收腹 踏挂 身臂 收下巴 定住 一 二 三 吻口水 吸气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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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第三次 結束 吸气 呼气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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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收腹踏跨 伸臂 收牙齒 盈住1 2 3 噴口水 吸氣 放鬆的手 隨手 收腳 多謝各位 我們現在還有五分鐘 不要放棄最後的時間 相信現在大家不只放鬆 而且非常有精神 那邊有個提問者 袁博士 我想問問你 剛才你說的內丹修煉和道家 它沒有一個宗教的概念 你現在這一套 內丹除了養生之外 其實是不是經過修煉 它與大自然的溝通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連白掛掌和太極拳 有時候我會覺得 你去到一個狀態 那時候 它會將你的五官 即是感官打開 和你會感覺到 大自然有些不同的信息給你 我覺得其實你經過修煉 其實你最終的目標 其實是否想 想感覺大自然的能量 還是和這個大自然更進一步的 communication 即是你們覺得更高的智慧 可能是大自然的能力 所謂道教這兩個發音 是一個發音 但是我們修煉 和你和我的概念一樣 這個自然就是這樣 我們就跟著這個自然來做 我們就做到最後 可能是和這個大自然的冥合 這個電波和電波之間互相感應 所以我們以氣對待這個外在環境 莊智朗心齋座望都是這樣說 無聽之意而聽之意心 無聽之意心 無聽之意氣 氣而待物 就是這樣 我們修行也沒有宗教觀念 內丹到出神入法的那個位置 只不過是將你自己 你的所謂神 你的靈性能力 和它相對待 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去到某個位置 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 那你會是感覺不到自己的重量 或者是感覺不到 你是大自然很多信息給你 可能是花香 可能有些昆蟲的聲音 是特別敏銳的 你能感受到 還有你覺得和大自然是 一個很平衡的Harmony 在一起存在 你們是否追求 最終是追求這件事 個人有個人的追求的目標 你可以追求更厲害的花香味 更細緻的更敏感的聽覺 沒有所謂的 我每個人的追求終極目標都不同 不過大部分 根據學內丹都是健康的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最先三分鐘 可以最後兩人收集問題嗎 請我喝咖啡 請我喝咖啡 等一下可以繼續聊 等一下可以繼續聊 我們可以收集兩個問題同時嗎 袁博士 我剛才說 袁博士 我聽了你的講述之後 我有個問題 因為之前第一個 佛教或者天主教 都是講的內容 都是牽涉到人的倫理 道德方面 都有涉及的 我聽了你的講述 之後 我發覺內容 好像在倫理 道德方面 可能我聽得不清楚 其實有沒有牽涉到這一方面呢 有 是因為聖命雙修 我們講的命功 就是怎樣怎樣把氣 走來走去 怎樣運化 更加我們自己的身體 這是命功 聖功 就是道德修為 你講的一件事 聖功沒話說 你做好人 你是知道怎樣做好人 你做君子 你就知道做君子是怎樣的 你沒有偷東西 你知道怎樣叫 聖功沒話說 聖功沒話說 也沒有訓練 可能你訓練習慣性 做君子 從小到長大 不要亂拋垃圾 自己收拾東西 這些慣性 最多是這樣 在打座而言 聖功叫你做道德修為 講完了 沒有話說 但命功有很多話說 所以我是在講命功 不過入病的時候 你將你自己的聖 你的品德是會轉變的 你入病 即是無違功的時候 你會將自己的聖功 就會push 這是一個 修煉上面你才知道的 天淡無違 你坐得久 你就自然天淡無違 你暴淚的 你很激烈的 就來光火爆的 坐吧 每天坐一個小時 越坐得多 你的聖功 你自然會磨命 這方面 就可以幫到 聖命雙修的聖 等於你剛才說的 道德的問題 原博師 我們只剩下50秒 所以你要聽一個問題嗎 聽一下收集問題 很簡單 原博師 現在流傳道教的中派 就是全真教六門派 和正一派 這兩派在修為上的做法 是否也是這樣 他們本身有沒有和這個出入 在道教的修為中 全真教是注重打坐的 正一教是注重科爾那邊 他也有打坐的 不過如果以作主題來說 全真教以打坐為作主題 那你說我那些是否那些呢 我不知道 那如此者般我告訴你 即我 當歷史和那些師傅 我採取了所有的材料 然後將它消化 又告訴你 究竟是哪一派哪一派 沒有什麼相關呢 你出神入化 你的派就最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次熱烈的謝謝袁博士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問題 可以請袁博士鹽咖啡 對不對 再次謝謝他 再次謝謝他